女人用河豚毒素杀死了丈夫 法律却拿她没办法 因为女人声称 河豚毒素是她用来自杀的 而丈夫只是那个务实的倒霉蛋 原来曼芝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她先在电脑上 搜索河豚毒素的致死量 接着网购了15克的河豚毒素 注射到家中常备的酸奶中 并放在冰箱最显眼的位置 随后她就出门买菜去了 不知情的丈夫 像往常一样喝下 等曼芝回来 丈夫已经凉透了 曼芝第一时间报了警 可警察表示丈夫死于河豚毒素 警察在桌上的酸奶中 也检测到大量的河豚毒素 显然曼芝并没有撒谎 但丈夫究竟是不是务实还有待商权 检察官将曼芝告上法庭 主张曼芝故意杀人 可曼芝的辩护律师却向法官提交了 曼芝患有抑郁症的诊断证明 并表示曼芝和丈夫恩爱无比 根本没有作案动机 案件就这样将在这里 如果检察官无法提供曼芝杀妇的原因 那法官将本着一罪从无的原则 判决曼芝无罪 在多重压力下 检察官只好申请休庭半小时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 检察官的师姐递给她一份资料 上面记录了 隔壁是六年前发生的一起强奸案 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就是曼芝 更让人不解的是玷污她的男人 竟和她死去的丈夫 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是曼芝为了复仇 特意找到改名换姓的男人和她结婚 相处四年后再用河豚毒素杀了她 从而脱罪 可这未免也太得不偿失了 显然这个案子 还有更多的谜团 更多的关系 更多的故事没被发现 检察官先比对了两个男人的DNA 证实了两人却为同一人 随后她带着DNA证明找到曼芝 但曼芝却情绪激动地否认了这一切 她说自己的丈夫名叫柳木扬 而不是许一诚 面对曼芝的不配合 检察官只好带着资料 去找曼芝的辩护律师 在交谈中 她竟发现曼芝的辩护律师 就是当年那个男人的律师 这是巧合还是暗藏玄机 可面对询问 律师却淡定地表示 这只是工作安排罢了 其他什么都不愿再提 检察官也不好多问 只能从许一诚这边入手 经过多番打听 他们找到许一诚服役时的御友 得知许一诚在狱中独来独往 不和任何人交流 不过她经常画一个女人的素描 检察官拿出曼芝的照片 御友却摇了摇头 表示画上的女人更干练 另外御友还告诉他们 徐一诚出狱后在一家足疗店上班 检察官又立马来到那家足疗店 足疗店经理告诉她 徐一诚出狱后确实在这里工作过 只是后来她和一个女客人好上了 之后就提出了辞职 再也没出现过 而那个女客人就是曼芝 现在好了 这个案件越查越诡异 越查越令检察官头疼 为了尽快挖出案件背后的真相 她又带着这些发现找到曼芝 起初曼芝还不愿配合 不断强调徐一诚是徐一诚 柳慕阳是柳慕阳 直到检察官提到足疗会所 曼芝的情绪才有所波动 曼芝和检察官讲述了当年的事情 五年前她刚毕业 在徐一诚手下工作 他们原本是在普通不过的上下级关系 可在部门聚餐时 徐一诚却突然劝她多喝酒 之后就发生了不幸的事 男领导趁女下属醉酒 将她带到宾馆 实施侵犯 事后徐一诚被告上法庭 被判四年监禁 出狱后她成了足疗店的技师 这天她去给一个客户服务 一抬头近看到当年的女下属曼芝 两人对视过后陷入沉默 最后徐一诚主动提出换技师 然而曼芝却拒绝了 时隔四年他们的身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成了上位者 徐一诚却只是洗脚小弟 可当徐一诚碰到她的脚时 她还是下意识地害怕 想起当年的事 但她强人恶心 让徐一诚继续为她服务 这天之后她就经常来会所 每次都点名要徐一诚服务 慢慢地她原谅了徐一诚 再后来就发生了如今的惨案 徐一诚死于河豚毒素 而曼芝成了嫌疑犯 故事说到这 曼芝就不愿再提 告诉检察官 当年报警的人是她的同事一群 检察官立刻找到一群 了解情况 得知当年是一群送两人去的酒店 只是到了房间后 她就看到徐一诚开始脱衣服 而她却被赶出房间 原本她可以冲进去阻止 但出于私心 她决定放任 半小时后才通知警察 原来她一直深爱着曼芝 只有对方身上有了污点 她才有机会 结果也正如她所料 徐一诚入狱后 她就一直陪在曼芝身边 在她的努力下 他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可就在她信心慢慢地告诉曼芝 当年是她报得紧 并向她求婚时 却被曼芝扇了一巴掌 因为在曼芝看来 相比内心龌龊 只想着把她拉入污泥的一群 那个在法庭上主动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的徐一诚 更有担当 更值得信赖 所以和徐一诚再次相遇时 和她发生关系 但在曼芝的讲述下 故事的男主人公是她的丈夫刘牧阳 而不是当年伤害她的人 检察官经过多番努力 终于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流浪汉 检察官让她去法庭作证 流浪汉一看到曼芝 就表示这个女人买过她的身份 在实打实的证据前 曼芝这才说出了真相 她和徐一诚相爱后 感情虽然不错 但他们总会想起当年的事情 突然有一天 他们在网上看直播时 发现了一个和徐一诚 长得很像的流浪汉 他们当即就决定 买下流浪汉的身份 彻底摆脱过去 只是在那个城市里 他们总能遇到认识的人 这时许一诚总会难受 于是曼芝决定和许一诚 远走他乡 至此死者的身份 已经全部覆出水面 可他们还是无法知晓 曼芝为什么要杀了许一诚 这时检察官传唤证人一群出庭 在她的讲述下 大家又了解了另一个故事 曼芝当初离开后 她发了疯地找她 几个月前 她突然发现手机上 出现多个违章记录 且都在同一个位置 她看到了希望 立马来到这个位置蹲守 在这里她看到了许一诚 一群知道对方出现在这 一定有原因 于是她跟在许一诚身后 终于看到了她深爱的曼芝 看着她甜蜜的样子 一群怎么都想不明白 曼芝为什么宁愿和伤害 她的人在一起 也不愿接受她的爱 这让一群恶从心起 告诉曼芝许一诚 一直有个深爱的女人 但那个人不是她 这句话 足以拆散一对恩爱情侣 这些人不是你 曼芝看似不在意 可这却让她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恐慌 看着丈夫背对着她打电话 她忍不住去想 是不是在和那个爱的人联系 等丈夫离开后 她又去翻看丈夫的手机 里面的聊天记录 被删得干干净净 曼芝的疑心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在车里装上了定位系统 这天丈夫突然和她说有事出去 曼芝问她去做什么事 丈夫表现得支支吾吾 曼芝一从心起 悄悄跟在丈夫身后 看着车停在路边 曼芝多么希望车里只有丈夫一个 但现实却告诉她 丈夫确实是在和女人撕毁 在这样的绝望下 她满心期待的孩子 竟离她而去 至此她便恨上了丈夫 觉得都是她的错 冲动之下她将河吞毒素 住进丈夫常喝的酸奶中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就是曼芝毒杀了丈夫 检察官在第二次的庭审中 大获全胜 胜利在望 可就在这时曼芝的辩护律师 向法官提交了新的证据 并且找到曼芝 给她谋划了一场婚内强奸 为了增加说服性 辩护律师考虑了所有细节 包括时间节点原因 持续时间 甚至就连当天的天气 她都考虑到了 只要法官认同 那曼芝就有机会减轻刑法 然而她千算万算 还是有所遗漏 检察官指出在曼芝描述的中 案发时恰逢大雨 但实际上 那天虽然下了一整天的雨 可案发的这段时间刚好雨停 曼芝和律师的谎言 被当场揭穿 检察官乘胜追击 拿出了一段监控录像 里面正是曼芝看到 丈夫私会的场景 之前她一直不知道 那个女人是谁 可在监控中 她发现那个和她丈夫 抱在一起的女人 就是她的辩护律师 原来几天前 检察官去拜访曼芝律师时 在墙上看到了一幅 手绘的肖像画 想起许一诚御友说过 许一诚经常画一个女人 接着她带着照片 再次找到御友 证实了猜想 律师沉默片刻后 说出了最后的隐情 她和徐一诚从小就是邻居 每次徐一诚被父亲家暴时 她就会跑到律师家中 他们一起长大 亲如姐弟 可他们的感情 却也只到这里 自从律师结婚后 他们就没再有联系 直到几年前 徐一诚犯罪时 他们才有了联系 而这次徐一诚找她 是为了请她帮忙 认下一个罪证 原来多年前律师结婚后 虽然人钱光鲜 但却一直被丈夫家暴 徐一诚知道后 一气之下杀了律师的丈夫 并将尸体埋在荒郊野里 但她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不小心落在了现场 而一场突发的泥石流 让尸体重现天日 打火机也被找到 她希望律师和警察说 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这样她就可以逃过刑罚 和曼芝在一起 不料这却被曼芝误会 以为她有私情 曼芝这才知道自己误杀了爱人 后悔万分 可爱人已去 她再后悔也没用 最后她坦白接受了法律的审判 决定用生命去追寻失去的爱人